這間在西貢的米芝蓮海鮮菜館 連續第二天被人淋油 星期三這次 連金七招牌都中招 店鋪門外都留下不少紅色的油漆 負責人早上發現店鋪再次被人淋油 之後報警 北路電視顯示 早上6時左右 有一個人來到這裡犯案 至於前一天那次 店鋪的鐵閘、外牆和門外的地毯 都被撥黑色油漆 負責人陳先生說 沒有跟別人結怨 是首次被淋油 北路電視拍到 星期二凌晨5時多 有兩個大帽和蒙面 連約二十多歲的青年來到 用水槍寫出油漆